做一个合并过来 然后可以清除 如果合并过来 你会发现画面在闪动 其实可以把闪动关掉 然后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前面讲过了 反正就一行程式 很多地方都可以 然后可是问题 你合并过来的东西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日期 这到底是几月 不知道 怎么又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会需要改一下 增加月份的讯息 1月1号 这个1月指的是 这个的1月 搬过来 原来的1 后面加一个日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把它做出这样的效果 类似像 刚刚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 你是希望可以 把这个1月 搬到这边来 那原来的东西 加上一个日 OK 这边就增加一个月份 做出这样的效果 这怎么做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那特别重要 反正就是改一下程式就好了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呢 加上去之后 也有同学说 可是一般日期的格式 这样怪怪的 对不对 一般日 一般都是年月日 那你这边 放一个这个 好像不太对 那可不可以帮我改成 今年的1月1号 今年 OK 105年 或者是 假如是你2016年的 1月1号 所以格式怎么去改 OK 那这个地方 当然衍生性还蛮多的 那最后呢 当然 也可以再跟今天的MySQL连结 尤其你再做一个 把它丢过去 可不可以啊 其实还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先把1,2,3月 通通丢到MySQL 然后呢 再从MySQL 把1,2,3月的资料 全部捞回来 放在这边来 可不可以 也是一种合并的方法 对不对 都是一种 可以试试看好了 那请各位再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增加这个月份讯息的部分 该怎么去做程式的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刚刚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先合并的 然后清楚 如果合并的时候 你会发现了 合并的时候 它的那个画面会散动 所以理论上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解决第一个问题 你不希望画面散动的话 这个有没有讲过 没有 OK 其实很简单 反正谁管理的 那谁就有这个权限 去做这一件事 那谁是 这个 Excel里面最大的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Application 所以其实你可以 打一个Application 有没有 就刚刚那个物件 点什么呢 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更新的 那个属性 开关叫做画面 就是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C 然后SC 大概就出来 Screen Updating 它的后面的值 不外乎就True跟False 所以如果你不要更新 那你就False 不过记得 你最后做完之后 记得要把那个 Updating 记得要再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打开的话 那将来呢 画面也就完全都不更新了 那不更新可能 你需要闪动它就不闪了 不闪就怪怪的 所以特别注意 上面先关 下面再开 大概这个原理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Application 点下去 里面有这么多 相关的 反正不外乎就属性跟方法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如果把每一个都了解的话 其实以后用很方便 因为里面很多 可能将来会用到的相关东西 都可以从这边里面 去找到答案 好 那我们试一下 刚刚会闪动 现在会不会闪动呢 完全不闪动 OK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感觉就会比较 不会有点怪怪的 不然的话 你给别人用 别人会觉得 奇怪 你这个城市怎么有点怪怪的 好像会一直乱闪动 不过你把它关闭之后 大概这样就OK了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加上去 这边是一 它不是一月 所以变成说没有一月月份的讯息 那如果说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把工作表名称放在前面 把后面再加一个字 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输出的时候呢 顺便帮我串一个字串 前面加上工作表名称 后面加一个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其实 就会想了很久 那方法很多 那当然最重要是想一个 比较不那么复杂的方法 而且你要去逻辑推敲 因为有时候城市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在什么时候处理会是最好的 所以清楚的时候 基本上呢 当它怎么样 当它应该在哪个时间点 所以基本上 我应该当它跑到这个贴上的时候 比如说贴上 那其实贴上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处理一下 一个月份 因为你这个贴上的时候呢 那表示这个应该就是一月 前面加个一月 后面加个日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把城市写在哪里呢 写在当贴上之后 OK 所以大概推敲 那怎么样赚写 比较简单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不然就是把它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去做串接就好了 那可是你会想说 那如果之后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之后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城市 把这段城市 复制贴上 贴到底下 叫底线增加月份 那我只有改 增加了 在贴上的这个后面 撰写了城市 那我的逻辑基本上就是 如果 处理月份 贴上这边 增加 这一段城市 那这一段城市 你想说 这个地方 大概怎么加 会比较OK 因为你贴上之后呢 它有这些东西 那我应该怎么加 比较方便 那我这边 本来已经有I 所以我这边就改成J forJ 这个范围里面 等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 你侦测啦 因为这个1月 一直往下侦测 回来应该是31才对 因为Ctrl向下 那会是31列 所以从第二列到第31列 做什么事呢 特别注意 我这边外面有包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 主要是做什么用途呢 我这边先把它注解掉 好 这个后来加的 那因为我要在这个A栏 里面的这一列 加上什么 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抓的是 工作表名称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加上什么呢 第1月的 1月的名称要抓过来 那1月怎么抓过来 因为我现在回圈是 I等于1嘛 所以我就去乘1的Name 特别注意哦 去乘1.Name的话 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抓一下 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帮我放到这边来 所以它抓到是1月 And呢 原来的资料 再串接什么一个字 把这个讯息呢 丢到原来的储存格里面 这样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从那个第1月份 从上到下呢 那就会全部都帮我加上去 那这边我先设个中断点 假设我这边停在 停在这边贴上 那我把旧的资料先清掉 然后点它对吧 再贴上的时候 那等于是把刚刚的程式 贴上对吧 多增加这些 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从第二列到往下 那帮我怎么样呢 串接这个 这里面放的就1月 1月1号 再加一个字 所以输出 有没有发现 1月1日啊 不过后面的日啊 因为宽度的关系 把它拉宽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下一个 所以因此类推啦 2 3 4 有没有 它自动帮我改了 那可是改完之后 全部让它跑完好了 跑完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往下 然后再向下一列 然后 这个时候呢 要贴上2月了 可是问题来了 2月 那我要怎么改 会比较OK 那一样 我从上到下 可是问题 我本来是想说 那我干脆从32列开始 可是要不要抓到32这个数字 好像有点问题 好像有点困难 所以后来 怎么讲 三不转路转 我就后来想说 那我反正还是从头到尾去抓 但是我多了一个什么呢 诶 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已经处理过的话 那理论上 它的自串的长度 一定会怎么样 大于 等于是说呢 如果大于3的话 像这个一定是大于3 1月有没有 30日 那总共会有5个字 可是没有处理过的话呢 一定是1到30 所以它的自串长度 一定是小于3 所以呢 我就利用什么 它的自串长度去判断 如果它的自串长度 小于3的话 就是1到30 那我再去处理 反之我就不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假如我执行这边 它上面会跳过 有没有 一直跳 1月份的已经处理过了 就一直跳过 那直到什么时候 会进到这里面呢 直到就是说 我把它执行 直到呢 当这个J 等于32的时候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LEN 它的长度呢 判断到这边 刚好1 1的话呢 它的长度 就是它总共一个字 才会符合什么 这个条件 小于3嘛 处嘛 对不对 然后进到里面 然后做什么 再去把ICI等于2嘛 就是2月份的讯息 跟它合并丢进来 OK 2月1号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2月份的 全部把它处理完 那一样的方法 3月也是一样 所以3月再把它全部贴上 然后呢 再去做增加的动作 OK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1月 然后2月 3月 全部都加进来 但是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本来我是 做出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说错 还是有人这样放 但是呢 对啊 因为还是真的有 明明就是一个日期格式 它就是要文字来处理 可是你如果用非日期格式 你将来要去计算日期的时候 那就会出错了 因为没办法计算 你看得懂 但是 Essale看不懂 Essale看不懂 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去做计算 所以怎么办呢 改一下 所以再来 刚刚改这个 改完增加月份 然后呢 所以接下来就是改什么 改成 把加进来的东西 尽可能 看能不能加上标准的日期格式 OK 它不过宽度 其实要加一个autofits 它就OK了 它就自动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再来就是我希望 把刚刚的这个东西 改成什么呢 改成 就是 可以变成标准 就是今年 今年的1月1号 一直到1月30 不过这里的话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2月30 2月有30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 这边应该要多一个 就是逻辑判断 如果它不是一个月份的话 那就把这一列给删掉 OK 才正确嘛 不然的话 多了一个这个感觉怪怪的 这个 而且将来 你要把它做格式化 比如说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民国年 像我后面有个列 就是说 我希望把它改成民国年的话 那它也改不过来 为什么 因为它明明就不是一个民国年的格式 所以你把它改 它不会动 不理你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没办法帮你改 其他的可不可以 所以呢 也许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 把判断 储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不是日期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这个延伸性列期 其实 你可以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函数 它是 函数加 g 有没有一个函数 是判断那个 是否是 那个什么呢 就是月份 是否是 日期的 那其实在VBA里面 有一个函数 其实就打一个 printed VBA 点 有没有 它有一个函数叫 is day is day is day就是判断 是不是一个日期 那你可以把哪一个呢 把那个 比如说我这个储存格是 61 就是A61 那我用range A61 我给它的话 它会帮我判断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就 刮呼一下 这个时候按个enter 它是不是日期 enter false 表示不是 那A60 是不是 enter true OK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用is day 去判断 那再把 如果不是日期的删掉 这也许延伸性 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不是日期的删除 那另外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刚刚讲的 先做这个 再想想看 标准的 另外可能就是说呢 再把它变民国年之类的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